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和理漢天下 今天這條片我想由中國的學術發展 講到中共的經濟狀況 不過進入這個正式議題前 請大家記得支持和理漢天下 請你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記得按訂閱旁邊的鐘仔 另外如果有廣告請大家支持一下我們 好了言歸正傳 先講一下中國的學術發展 2023年9月中共發表了份報告 聲稱中國發表的論文數目 全球第一的 首次超越美國 2022年全世界的學術論文 三成出自中國 總數達到16,000篇 而且還是不斷飆升之中 有人會說論文多不代表質素好 不是 中共的報告指出 中國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也是世界第一 中國學術論文被引用的次數 接近65萬次 如果論文質素不行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引用 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這樣啊 剛剛九月發表科學期刊出了一篇報道 引述德國和日本的研究 中國科學家大量引用中國行家的論文 即是怎樣呢?即是所謂的自引 這樣便可以推高中國論文被引用的排名 也即是自己人互相幫襯 圍勞取暖 你讚我 我讚你 根據日本國家科學技術研究所的報告 中國論文有62% 引用內容是引用中國學者的研究 這個比例遠遠超出其他國家的 同美國相比美國本國引用率是24% 這個比例已經是全球第二 以往還是全球第一 另一份由德國茂尼克大學所做的研究指出 在20個科學領域之中 中國論文被引用其中54%是國內學者 即是前面講的內隱 而美國只是37% 各位注意一下 茂尼克大學只是研究20個科學領域 德國的結論是 中國學術論文的地位是被顯著誇大 即是中國學術論文沒有中共講得那麼厲害 德國的分析指出 出現這個情況有幾重的原因 第一是中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加速增長 中國論文就越來越多 亦因此特別多中國學者引用 第二點是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什麼都講關係 要照顧自己有的 A學者寫一篇論文 B學者引用 即是給足面人家 也即是將來B也可以引用A的論文 這樣就可以營造出互相吹捧 互相大脅的效果 中國那邊又怎麼看呢 大陸微信上有個公眾號 有個群組叫做知識分子 他們說日本和德國的報告 是對中國有本土偏見 因為其他國家的學術論文 質素上和數目上都輸給中共 所以提出這些說法 德國又怎麼回應呢 德國研究團隊中有個華裔學者 名叫做邱諸敏 邱諸敏認為現在出現這樣的情況 相信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是普團圍爐的邏輯 中國學者太過願意 太願意引用自己人的論文 第二個邏輯 是外國學者太少引用中國論文 即是洋人鬼佬 故意不引用中國論文 於是比例上更突出中國學者 互相引用互相吹捧 邱諸敏認為全世界學者 都傾向引用美國論文 於是比例上 美國學者內隱的百分比就溝淡了很多 好像沒有那麼多本國引用 所以華裔的邱諸敏認為 中國學術界要努力爭取多些話語權和影響力 這件事我又怎麼看呢 我的想法非常非常簡單 是中共學術界的論文根本不行 你不行的話 外國便少引用 而其他中國根本不行的學者 想打造一些不行的論文 最多快好散的方法 就是糖水滾糖魚 引用自己人的論文 一則中共又可以號稱 全世界學術上的論文 產量第一 而則又可以認屎認屁 中國論文被引用次數 又是世界第一 這樣就騙到14億 以及騙到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 現在流行說南方國家 一定有人說和理哥 你這傢伙偏見 我經常都說 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就可以擊敗我了 我的問題很簡單 有沒有學者 有沒有中國學者 或者中國科學家 敢研究一下主席偉大清零大計 有沒有中國學者敢研究一下清零大計 對中國經濟造成什麼影響 對中國人的心理造成什麼影響 這些研究只有中國學者 最有條件做的 為什麼沒有人做呢 這個答案 讓我回答也行 中國根本沒有學術研究的自由 根本沒有學術研究自由 你連選擇研究課題的自由都沒有 你說什麼研究的可信性呢 我問你 有沒有人敢研究 連花清零先丹對武肺有沒有療效呢 又或者這樣說 假如習近平說 連花清零是神弱 不只依武肺一定得 依智力持換都一樣有效的 主席他自己 每天都拍幾顆的 那有沒有中國科學家 敢進行研究 提出不同意見呢 如果答案是 一定沒有人敢敢這樣做 那這個國家還講什麼科學精神呀 還講什麼學術研究呀 你的學術論文首先要為政治服務 為皇帝服務的 那你的論文叫外國學者去引用 你別玩啦 我敢講中國論文被外國引用 那些外國主要什麼國家呢 就是非洲兄弟和東南亞的學者 也就是我前面講的那些南方國家 真正西方先進國家 呀得鬼閒看你的大陸論文嗎 大陸人呢 你可以叫這些做學術偏見 而我呢 就認為這一種 是學術上應該有的清醒 第二單新聞呢 也是和中國大陸的論文有關 中國大陸媒體《新京報》 剛剛出了一篇報導 說近日呢 有大陸留學生去美國準備入境的時候 就被美國執法部門註銷簽證 即時遣返 甚至五年內不得入境的 這情況對那些大陸留學生當然很慘 那為什麼美帝這麼壞呢 原來美帝發現這些留學生 曾經找第三方代寫論文 只是學術誠信有問題 因為這樣被禁止入境 那位在大陸找人代寫論文 就平常到不得了的事 我以前在大陸都認識人做這一行 那現在就好像發展到怎樣呢 發展到大學教授 介紹學生去找那些專門幫人寫論文的公司 給錢就搞定功課 然後那些教授一看學生的論文 就知道哪間公司的產品了 自然心領神會了 馬上給高分 甚至不能排除那些教授為了賺多些錢 為了要供樓都不定 可能自己親自出馬 自己幫自己學生寫論文 然後給自己改 自己給分 一條龍服務 所以在大陸那些學生的論文 基本上真假難辨 有留學顧問和《新經報》說 現在美國都知道了中共這種優良傳統 所以真的有可能抽查某些學生 一旦發現學生學術造假 輕則取消成績 重則被停課 甚至踢出校 如果回完大陸想回美國讀書 遣返你不讓你入境 因為大陸學生在大陸找槍手代寫論文 是大陸的問題 但這些學生去到美國仍然這樣做 在美國花錢找人代寫論文 這樣就破壞美國的學術生態了 長期來說是會累死美國的 所以美帝必須防範 《新經報》指出一篇論文 由定出一個定稿 到找資料 閱讀文獻 通常要幾個月時間 很多大陸的留學生 是沒有能力完成一篇畢業論文 於是便找代寫機構代寫 這些代寫機構 由於不斷代寫各類的論文 有豐富經驗 再加上現在有AI協助 很多時十二個小時 就可以生產出一篇論文 於是這項服務很快 就在大陸留學生的圈子裡流傳 甚至學生互相介紹 介紹其他學生的光顧 這樣可以得到回購 結果中國留學生學術造假 出現病毒式傳播 美國政府不得不認真對待 而好笑的是這些代寫機構 還有多一項服務 就是如果大陸學生 因為學術造假被踢出 這些機構可以協助他們 轉去其他學店 即是轉去其他學校 總之只要你有錢 一定可以繼續在美國留學 於是美國政府沒有辦法 唯有做得絕些 一旦發現大陸留學生 有學術造假的紀錄 直接禁止入境 問你怕不怕 其實美國文化很怕很怕造假 很多年前有人問當年 美國一個專搞拳賽的黑幫大佬 問他美國有沒有打假拳 這個黑幫大佬就說 拳王多好打都打不過架 他搞的拳賽 沒有拳手夠膽冒險打假拳 這個美國的黑幫大佬的名字叫唐經 是當年捧紅太臣 和教壞太臣的著名拳賽搞手 美國人是非常明白 打假球打假拳 是足以摧毀一行產業的 同樣學術上都是一樣 一篇假的論文 可能引發出一百篇假論文 一場假球可以病毒式傳染的 引發十場假球 根本近年很多大陸學者 那些研究論文 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 想發表都是被拒絕的 這些情況如果當事人 他自己不說 根本也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當然等於沒有統計數據 偶然有些大陸學者 覺得論文被拒絕刊登 對他不公平 所以自己就爆事件出來 才有人發現這些case 我當然不可以說 大陸論文被國際權威期刊 拒絕的比率是特別高 因為我也沒有數據 不過這個趨勢是幾明顯的 總之大陸的造假文化 就令大陸沒有合乎比例的進步 很多人經常都說 大陸都有好東西 沒錯大陸都有好東西 但大家又想想 以人口比例 國土面積去計算 所謂大陸的好東西 所謂大陸的進步 可以說不乎比例地少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什麼都造假 如果中國真的禁著打假球 中國足球不會好像現在那麼糞 根本足球學校的教練 那些資歷造假的 選拔球員出賽看人事關係的 不是看實力的 又是另一種造假 想到球場比賽 又是打假球 又是造假 這樣的文化 中國足球怎麼進步啊 主席的足球夢 想不爛尾 只有一個辦法 一個辦法就可以了 就是做一個假的習近平出來做皇帝 這種造假或者可以救到中共 造假文化的極致 就是打造一個假皇帝假主席 我這個論點 當今世上 只有我和你哥想得到 做個假的主席 假的習近平 然後救中國 這個論點 是不是可以寫一篇碩士論文呢 OK 跟著說說中國的經濟 很快大陸雙十一光棍節又來了 以往1到11月11日 這個中國的瘋狂購物大日子 中共就會公布 今次大陸人的消費力有多強勁 又說到各大網購平台做到幾多八億生意 但今年雙十一大陸商家和分析師都預計銷售情況並不樂觀 更有大陸商家和路透社說 現在大陸消費者已經不會期待什麼消費節了 以往為了迎接雙十一 大陸的網購平台 一早投入億億的錢 大搞宣傳 今年幾乎什麼大型宣傳都沒有 以往那些國際名歌星已經去了大陸 唱著歌宣傳著雙十一 如果現在連宣傳都大縮水 那什麼破紀錄呢 肯定就無望了 現在連大陸媒體都一片看淡 萬維網旗下的中國療望更加用 今年雙十一徹底抹氣了 這樣的說法作為文章標題 這家傳媒這樣唱衰中國經濟 是不是想死呢 各位如果今年雙十一真的插水式下跌 中國消費氣氛必然出現山泥傾瀉式崩塌 中國經濟更加嚴重 我早前出片說的主席之蠢 蠢在不將早前股市升勢 用死力延續到雙十一 如果雙十一消費氣氛也好 還可以有機會頂一頂 捱過今年 捱到2025 現在大陸股市所有升勢全部停頓了 這套氣氏一竊了 想再大升都幾難幾難了 現在人人又不看好今年雙十一 如果真的出現大陸人消極的預期 被他們估中了 那中共大件事了 所以我用回造假治國這個邏輯 我估計中共真的可能出絕招 要求大陸各網購平台全部公佈 今年雙十一 生意都不錯的 有明顯增長 甚至雙位數增長 這樣就可以騙到最蠢的一班韭菜 不過這樣 最蠢的一班韭菜 也可能是最窮的一班 騙到他們未必有用 但這樣也無所謂 因為這些數據 也可能騙到一些外國投資者 嚴格來說不是騙到外國投資者 是給這些樂觀的數據 讓外國基金去騙他們的外國散戶 即是給點料 鬼佬洋人去騙鬼佬洋人 這些招式不成功的話無所謂 反正成本非常低 幾乎零成本 所以結論是 如果今年雙十一出現反高潮 出現戲劇性的升幅 也不是出奇的 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 就證明我真的看通了主席和中共每一招了 來到這裏也是這句 希望大家繼續收聽和理暗天下 在這條片下 應該有超級感謝的符號 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拜拜